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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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德原乡地区警察考基的考核 警政署22日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提交的预算书当中 提及每年的三地清查工作是作为基层远警业务考核的依据 另一位高金苏美就认为山林保安的工作是平日就要做好的而不是靠每年度的三地清查去维持要求警政署将三地清查的工作考察取消 你们既然有了森林警察你们既然有了森林警察你们的基层的这个警察要做评比的时候应该要把这个拿掉这个三地清查现在马上拿掉可能真的是目前还拿不掉了只是说不是署长你三地什么清查其实你基层的远景平常就应该清楚知道山里面住了什么人然后到部落里面就是唯一的道路嘛 你有一个陌生人进来你警务人员会不知道你必须要靠着你每年一年一度的清查这个所有的东西嘛 甚至于可以把这一笔基金交给部落里面的青年会让部落里面的青年会或者是协会来帮你们守护这个部落的家园嘛 警政署长表示目前山地清查工作牵扯到国安法无法再近期删除但未来会在会内协商取消 另外警政署在今年开始执行裁并原乡地区派出所警力也逐渐减少 以往过去较少出现的大型道彩道法案件逐渐增多 立委简东民就认为是这样的政策影响原乡的安危 警政署现在撤掉一半以上了 那个就是已经他已经五年六年十年都已经不运作了 不是不运作就是变成联合情务 联合情务之后就就很明显的已经撤掉了 是这样的情况 针对原乡地区派出所的裁病 警政署表示已经是既定的工作 但立委希望警政署在警力上的调度 以及在乡内的治安维护能够有配套措施去补足 接着特地部物流立法院采访报道 好继续要来关系的是主计总数公布的9月份 全国平均的失业率是4.32% 比8月下降了0.08个百分点 不过其实全国原住民的失业率依然是高于5%的 9月份的失业人数有49万1000人 另外今年1月到8月平均的薪资是47,247元 但是扣除掉了物价涨幅之后呢 平均的薪资只剩下43,514元 比去年同期缩水了2.15% 这倒退回了15年前1997年的水准 国内失业率数据略为改善 主计总处公布9月失业率为4.32% 比8月略降0.08个百分点 但9月的失业人数还是有49万1000人 不过9月的失业率月降幅是近三年来新低 而且扣掉季节性的因素 9月比8月还略升0.01个百分点 代表厂商争财还是很保守 而且台湾9月失业率仍是亚洲四小龙最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1到8月平均薪资为47,247元 但扣除物价涨幅后 平均薪资只剩43,514元 比去年同期缩水2.15% 退回到15年前1997年的水准 商在发放这个奖金的这个部分 是受到影响的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薪资是呈现 这个增幅是相当的有限 至于近年来科技大厂与大型媒体的解雇潮 并未在这一次失业调查中有所影响 主计总处表示 这部分需要劳资协调后才会在劳动市场上反映出来 记者物要与林国黄特会报道 另外投砖瓦斯和天然气在去年底前传出确定要动涨 立法院经济文会通过了主决议 就是要求中油公司要在10月11跟12月 不得调涨天然气跟液化石油气的价格 立委提案内容指出主计处公布的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较去年同期是涨了2.96% 分析原因呢 燃气的价格调整以及第一阶段电价调整是主要的原因 除了要求动涨之外 立委也要求天然气 瓦斯的价格调整机制也应该纳入痛苦指数 实质薪资等经济的指标 而针对立委通过主决议 中油董事长林胜中表示 中油予以尊重 不过总体的指标跟个体企业是不同的系统难以适用 两者要牵连在一起 必须要再仔细地检讨 好 在台湾呢 公民记者逐渐地崛起 也让许多可能不被报导或是不被重视的议题获得了关注 近年来在肯亚最大的贫民窟 也有一群年轻人加入了公民记者的行列 他们用简便的采访跟编辑的工具 希望能够扭转外界对非洲与肯亚的刻板印象 只有黄土而没有薄油的狭窄道路 两边是木板和铁皮拼凑的简陋房屋 这里是肯亚最大 也是全非洲第二大的贫民窟齐贝拉社区 就在肯亚首都奈洛比 距离市中心只有五公里的地方 例如柯林斯所属的这个小组 某日被分配到的采访任务 是社区里一个专门收容更生人的手工艺品工厂 这也是社区里一个计划 希望受刑人出狱后 可以用正当的方式赚钱养活自己 用在地成长的人报道在地的大小事 就是这个名为肯亚新闻网KNN专案计划的目的 而他们的工作流程和主流媒体其实差别不大 一样是每天早上接受分派采访任务 一个小组有人当文字记者负责访问撰稿 有人负责摄影 不过除了全球的网友能看到影片的肯亚同胞毕竟是少数 齐贝拉社区的乡亲们更难以接触虚拟世界 因此这个公民记者团队每个月会把采访结果整理成报纸 发给贫民窟的民众阅读 他们接下来的目标是希望得到肯亚政府许可 建立属于齐贝拉社区自己的电视台 不仅让他们的编采才能更能发挥 也让齐贝拉贫民窟的八十万相亲 不再成为资讯世界的话外之名 记者徐佳仁报导 拒绝族语流失南投普利的平埔 嘎哈夫族人制掏腰包制作了族语的教材 以摄影机一字一句要把嘎哈夫族的语言留下来 休息下稍后回来带您来关心 十月份开始成间主义新闻将带给您 有显得最生活化的部落讯息 让大家用最轻松的心情迎接崭新的一天 欢迎您收看成间主义新闻 五间主义新闻一达 严选重要讯息 以主人观点解读 诠释每天的重要新闻 让您掌握每天的新闻重点 晚间主义新闻除了要带您快速掌握 国内政治经济民生新闻 更要放眼世界掌握国际脉动 让您从部落出发放眼群 夏天部落风吹上碧海蓝天 冬天部落风刮进青山绿水 欢乐的部落我们带您去宰歌宰舞 打拼的部落我们带您欣赏勤奋知足 一个让部落的风格打开您眼界的节目 每周五晚上十点 王红红的部落风带您放轻松啊 呼呼呼 以前我们的出现 是留给我们的这个山 这个是里面的土地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继续回来来关心教育的问题 政府一年花多少的钱在发展原住民族的教育呢 如果根据原住民族教育法依法规定 国家年度的教育预算当中必须要1.2% 专办原住民族的教育 不过立委认为这个比例还是太少 应该要提高到2% 立法院22日审查教育部102年度的经费预算 目前教育部的总教育经费预算是2,004亿 而原住民族教育的预算占1.2% 约25亿加上原民会的12.82亿 将近38亿的预算算已经达到原住民族教育法 对原住民族教育预算编列 不得少于教育部预算总额的1.2%回定 但许多偏向地区 无论是在硬体设备或教育资源经费 还是严重不足 另外孔文吉就希望教育部能够将预算 至少调高到2% 天乡地区的他们的教育设备器材 应该多编一点 当时我们立法委员是说 希望不得低1.2% 后来改到1.2% 那你们说已经达到规定 你们只把原民会的经费也算 教育部也到达1.2了啦 教育部再加原民会就1.9啦 教育部的话其实正好1.2几啦 可是这个努力我也也谢谢这个委员的指教 我们会再更努力的来看 刚才您谈到这些区域 大概都符合了教育优先区的概念 我们也愿意优先的 在未来经费许可的情况下来做 针对原住民族教育经费预算编列 教育部只表示会尽力而为 另外12年国教即将在民国103年上路 为了让原乡地区的孩子 不用为了就学的问题 大老远离开家乡到都市就读 立委就希望教育部能够成立 原乡地区完全中学专案小组 原住民族的教育 在哪些地区要成立完全中学 希望教育部能够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在桃园复兴乡 在桃园桃园县 大延地区 有没有必要设立原住民的完全中学 希望你们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好 委员这样特别提出来 我愿意就是说再请陈次长 这边召集一个小组 全面跟中办这边一级 宗教师一起来看 这个完全中学在原住民区 是不是有这个需要来做设立 教育部长云诺近期会与宗教师 成立专案小组 调查需要成立完全中学的原乡地区 让原乡地区的学生 在未来也能享受究竟的授教权 接着达立武污流 立法院采访不到 而城乡资源的差距 也反映在学生使用的课桌椅上 因为云林县立委 林一元他就发现了 位在云林县内的 127所国中小学 到上个学期为止 桌椅还是摇摇晃晃 或是桌面坑坑洞洞 不堪使用的课桌椅 竟然超过了1万多张 希望相关单位来改善现况 别让城乡的差距是越来越大 已经坏掉了抽屉 只用简单的胶带固定住 轻而易举就能拿下来 还有摇摇晃晃的桌子 让学生使用上很不方便 连桌面也是坑坑洞洞 如果要写字 还要拿出课本出来店才行 上面布东西啊 布东西在闲置啊 在左边要动 很不方便 而且他闲置还要拿出新的店 云林历委李应远指出 云林县内127所中小学 就有3万张像这样摇晃 桌面坑坑洞洞的桌椅 就以伦贝国中来说 学校学生1000多位 但因为经费受限 明年只能淘汰100多张旧桌椅 目前学校只有3成是新桌椅 校方也希望相关单位 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对此云县府教育处表示 因为每年的教育经费都有限 目前只能依照 每所学校所提出来的需求 现场会康后再进行汰换 教育处也说 若是要一次淘汰换掉旧桌椅 的确有难度 目前只能以严重不堪使用的先淘汰换 不过下方也说 若是能淘汰换掉旧桌椅 希望可以考量到学生身高 有所选择 让偏乡小孩也能够有一个 好的学习环境 另外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区的 上多尔帕海拔5100公尺 人烟稀少 距离最近的城镇要走上5天的时间 这里的人生活简朴 辛苦 孩子们没钱缴学费 通常都用家里的干材 或者是牛粪来充树 尼泊尔偏远地区的高山地区 小学生的生活相当的刻苦 每天清早上学前 小学生配马的妈妈会从食物旁的柴火堆里 挑几根树枝 让孩子背着上学当作学费 海拔5000公尺的天空 拦得像海 小配马扛着几乎比他还要高的干柴 沿着蜿蜒崎岖的小径下山 沿途顺便把马儿赶下河谷吃草 自己继续往学校走去 到了学校 配马先把肩上的学费交给老师 因为天气严寒 这里一年只上六个月的学 学费和台幣1000出头 对当地靠着种地养生口过活的居民而言 是比不小的负担 因此用能够当燃料的柴火当学费也可以 一年要浇50公斤 小配马每天背几根柴上学 算是分歧不快 连柴火都不够的时候 用牦牛粪或者马粪也可以 全校集合招会 算一算整个迷你的广场上 学生总人数还不到30个 老实说学校的经费也相当吃紧 收燃料当学费的权益之际 可以照顾更多孩子 孩子们用当地人独特的吟诵方式 背诵九九成发表 这里因为生活辛苦 文盲高达八成 对下一代而言 教育就是未来脱贫 改善生活的文艺希望 上多尔帕地区 位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西北方500公里外 高原上拔地而骑许多山丘 交通十分不便 1989年之前这里甚至不对登山客开放 丘陵之间的小平地 种植一些大麦 桥麦 马铃薯和胡萝卜 不过收成只能勉强自己自足 联合国粮食计划 因此把这里列为世界上粮食安全度最差的区域之一 由于物资缺乏 贫穷的村落几百年来 甚至由兄弟共娶一个太太的传统 因为这样的生活比较简单 家里的东西不会因为分家而分散 兄弟赚钱回来交给太太分配 孩子则不分彼此 把两兄弟都叫做爸爸 不过封闭的区域近年来逐渐开放 一期多夫制也逐渐在市围当中 研究组织估计可能再过两代就会完全消失 记者时会中报道 好 回到台湾来看桃园复兴乡 泰雅族地区的高益国小 小朋友们自己制作了独一无二的书籍 也获得教育学习动态成果竞赛的优等 小朋友念着图书内容 不过看着书的内页 还有实体的叶子与手绘的图案 跟一般的图书不太一样 这些都是桃园复兴乡高益国小的小朋友 自己制作的书籍 并在复兴乡课程策略联盟 阅读教育学习动态成果竞赛中 获得了优等 而小朋友们都是将生活周遭 所遇到或看见的事情 作为小书创作的内容 这是阅读的一环 那让他们知道书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那我们小朋友在创作的这个书的过程当中 它是以那个生活所观察到的为最主要 还可以看到一本很特别的小书创作 比起以往振振方方的书本形状 小朋友以长蛇的形状显得有特色有创意 介绍了山区可能会遇到的哪些蛇 又该怎么预防 从小朋友的眼界来看山区生活情境 并结合创意制作成书籍内容 也让每本书籍独一无二 接着怎么这么拉路 桃云复兴采访不到 好来关系的是语言的流失 对很多平埔族人来说 因为在被汉化的过程当中 许多人被教育要讲台语 分布在南头埔里的平埔 桃云族人不忍 还会讲族语的老人逐渐的凋零 有人就只掏腰包 制作了族语教学的引带 很多人都在跟时间赛跑 希望在老人家凋零之前 将族语一字一句的找回来 就怕时间来不及 桃云文教协会从台北找来专业的摄影师 召集部落老人一字一句的 将嘎哈乌语记录下来 嘎哈乌文教协会总干事 指着牛棉教会墙上木雕里的文字说 这是他们用族语翻译的圣经诗篇 不过就在上星期 翻译这文字的老人家已经过世了 眼间还会说族语的老人家日渐凋零 如果再不加快脚步制作教材 恐怕时间越拖越久 后悔就越多 在刚刚上个礼拜 这个翻译这个 潘英教 刚好在两个礼拜前过世了 所以我们也很难过 就是说 他还没过世之前 就有一直说 太慢了 太慢了 要再追回来 实在是 时间是很紧迫了 南投博力镇首层社区的嘎哈乌族 也是目前尚未被官方认定的 原住民族之一 但为了找回自己的语言文化 多年来一直进行语言复赠的工作 不过老人一个一个过世 目前会说完整诸语的已经不多 会说部分的也剩下不到30人 因此嘎哈乌文教协会 几乎是在跟时间赛跑 老人家语重心长的说 希望小孩子将来可以学 也有教材可以学 要说的要说有二三十个 孩子应该要跟他们 要希望看 现在他们轻骂 如果骂就一定会成功 你现在可以说多少 一十万而已 只有一十万 我这次呢 他们很辛苦在打扁 再看看快要学会 我们的目的是 我们从做中里面去找出最好的方法 然后剪接 然后来做成教材 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四个部落里面的国小 有中峰国小 有中校国小的学校里面的那个方言 我们希望是用我们的族语来教 由于目前还会说族语的老人家记忆已经大不如前 许多语词的记忆都很模糊 眼见还会说族语的老人 一年一年的消失 嘎哈乌族语也正面临失传的危机 嘎哈乌文教协会希望赶紧制作族语教材 让族语保留达到最完整 他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将族语文化找回来 希望嘎哈乌族语不至于面临消失的危机 接着到南投普利采访报道 好 继续来关键是莫拉克风灾过后迈入第四年 南台东最后一批永久屋落成了 三十户原来在台东大五乡大族部落的住户 领到了药室 终于要住进永久屋了 很高兴啊 等很久了吗 你们等很久了 对 我很久等 等很久了 我什么时候要进去 年过七十的福福虽然等了三年多 但终于也等到了 福福是大祖部落的居民 在莫拉克风灾发生后 大祖部落被行政院划定为不适于居住的地方 要迁村 中间因为徒弟问题瞧不定 一直到这一天药室拿到所上后 才真正感受到有人新房子 还是要整理啊 还是要看啊 如果说台风的时候那当然要跑回来啊 好天气的话会在那边啊 那边还有什么东西 那边还是那些东西 我们以前在用的还是保留在那边啊 爱谷浦永久屋22号进行领钥匙 以及签约的工作 主任在领取钥匙之后 再掌握会人员的带领 到记录房屋办理任务的工作 这一批30户永久屋大部分是大祖部落的居民 大祖部落在莫拉克风灾 部落中间的一条野稀泛滥造成土石流 威胁到部落的安全 永久屋土地寻觅一直未达成共事 最后选择在爱谷浦部落的下方 南腿东最后一批永久屋的终于完工 不准新建的世界掌握会人员感触量身 八个集体两百多个房子 这一点其实代表会内所有的工作人员 跟台东的乡亲 特别是受灾的乡亲 现场感恩 大祖部门搬到这边来说 你会看到他整个房子的造型 跟整个里面的内装 是有在做upgrade的动作 所以所谓就是虽然是很后面 但是他也是挤了所有很多的一些经验 最后一批永久屋终于完工交屋 大祖部落族人等了三年多 也终于要住进永久屋了 记者可照归案 Gulius台东大午采访报道 好 继续来关心各地方 有哪些求职的讯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职棒健碳蛋 接手职棒十七年的新龙公司 昨天召开了董事会 决议要将停止经营筹队 并且对外寻求买主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带您来关心 我们是龙股乐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爱的音乐就在 音乐到天亮 诶 李宗盛 去哪裡 去哪裡 在哪裡 來 绝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我少许的寂寞挣扎在心头 只为我回我将远去的脚步 是一条情感的陷路属于你和我 听声响起那就表示情话悄悄说 除了我们别人就想转有白马中 好 继续回聊带来看的是 今天是中国农历九月的九九重阳节 是敬劳的节日 席政院圆明会日前就派出了 14族的族群委员探访原住民族的百岁人瑞 105 105岁的老爷爷虽然有一点重听 但是身体倒是很硬朗 见到有人来家里拜访开心的跟大家聊天 这是行政院圆明会为了庆祝农历九月份的重阳节 特别安排族群代表潘文雄及黄美珍 前往花莲目前仅存的两位百岁人瑞慰问 一位是花莲吉安的林姓毅 今年105岁 另外一位是102岁住在凤林镇的陈秋香女士 两位百岁人瑞都有养生方式 就是运动跟不乱吃食物 而烟酒槟榔更是不沾 这个你是否有 我都没有和八十年也没和酒 鸭鸭有吗 没有 又咱也没有 八十多年也没和酒 八十多年了 啦 有没有 牙齒很白 它們有什麼都沒有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它的 牙齒都沒吃 哎呀 五百耶 高麗大 五百耶 大八九耶 大八九耶 哇 這個就是養生食道 家有一老如有一保 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 100年國人平均餘蜜為79.16歲 全國原住民為70.3歲 而今年8月統計 花蓮縣90歲長者有1446人中 原住民有163人 佔11.2% 長壽比率還是相當低 其原因還是跟經濟衛生條件 還有勞力工作都有相關 如果我們能夠在其他的經濟因素 交通因素 其他的就業環境 能夠有更完善的 給他們一些機會 跟照顧的話 我想花蓮縣憲明的健康 能夠提升到更好的這個標準 為了提高平均餘命 資深的保健工作當然不能疏忽 政府給予的經濟 衛生還有醫療條件 以及勞力工作的保障 華蓮衛生局希望政府能多給予關注 記者嘎嘎嘎華蓮鋒鈴採訪報導 而這些人類歷經了不同的殖民政府 也因為殖民政府強迫不能執行的文化 造成現在很多泰雅族的後代 也已經不再做的事情 就是在自己的臉上紋面了 桃園中原大學有12位的學生 他們在桃園復興鄉擔任志工 認識了泰雅族的紋面文化 所以特別的為泰雅的紋面製作了一部 唯電影《巴達三》 電影中的長輩用泰雅族語告訴孫子 要堅持自己傳承泰雅族紋面的心 這一部為電影《巴達三》《泰雅紋面文化》 以一位泰雅族的小男孩達利為主角 描述達利從小就希望能聞上 泰雅族紋面的經過 而這一部為電影是桃園中原大學12位學生 因為在桃園復興鄉擔任志工 看見了泰雅族紋面文化的美 並花了半年的時間 深入復興鄉原住民族部落 希望藉由為電影的方式 打破外界對紋面文化刻板影像 為泰雅族文化傳承發聲 這部片子是一部為電影 大概只有十分鐘 所以我們沒辦法很清楚地去說明 什麼是紋面 什麼是泰雅族的文化 可是我們希望透過這部片子 可以引發一些些人的想法 然後讓他更認真地想要去了解 什麼是泰雅族的 什麼是原住民的文化 費金多少錢 這邊都250 我們不用買這家 我們不用買這家 影片中非原住民旗的遊客 到復興鄉水果攤 想要買水蜜桃 看見老闆娘臉上的紋面 給予了一樣的眼光 他要族人面對著社會的觀念 又該怎麼讓文面文化保存 對於這一群非原住民旗的青年團隊 為了讓電影內容傳遞正確 也花了許多時間蒐集資料 或向復興鄉當地居民 詢問了文面文化的意義 後來其實也是看了很多的資料 然後去問很多當地的族人 他們對於文面這個文化的看法 然後 後來是進一步認識以後 才會知道文面真正的意義是彩虹橋 然後從這個點再去出發 文面文化對於泰雅族來說 不僅是泰雅族訓與族群認同的表徵 更是泰雅族人信仰的核心 藉由微電影的呈現 能讓更多人看見 認識泰雅族文面文化 藉由總裁拉魯 討論中立採訪不到 而在盧凱族的社會當中 頭飾是識別身份年齡 跟社會地位的象徵 而不同的職務有不同的意義 像是盧凱族的女性 會佩戴百合花 不過學著年紀月長 可以佩戴黃金茄的婦女 更是遵守規範 是一個愛家愛子 一輩子貞結的良好典範 不過老人家現在很感嘆 因為隨著時代變遷 許多人都可以隨意地戴上 而背後的意義 已經被很多人忽略了 在盧凱族的傳統社會中 百合花象徵著女性族人的純潔 不過在有些女性長者的頭飾中 可以看到類似小顆黃金茄 有橘色 綠色的頭飾 盧凱族語稱為拉瑟拉瑟 這意義比起百合花更為深厚 是象徵著60歲以上 受人尊敬的女性長者 長時間除了愛家愛子 為家族榜樣外 更是永遠謹守著富道 在盧凱族的傳統觀念裡 女性族人不守貞結 而仍然帶著有拉瑟拉瑟的頭飾 是會被部落頭目給栽下的 同時一直到生命的結束前 女性族人都能夠約束自己 懂得自愛 不犯任何堅硬的規範 死亡後 依然可以持續佩戴 好茶部落其老 賴桂英相當珍惜父母親 所給予的榮耀頭飾 不過賴桂英也感嘆表示 由於時代的改變 傳統文化的原意也逐漸消失 現今的盧凱族人只要經濟能力足夠 都可以為自己買頭飾 而部落頭目也不再如過去那樣嚴苛 今年已經73歲的賴桂英表示 現在能夠佩戴 拉瑟拉瑟頭飾的長者 也就是在部落裡 備受尊崇的族人 而賴桂英就是這樣的一位榜樣 生命中的拉瑟拉瑟頭飾 猶如人生道德正規的教師 到現在更擁有拉瑟拉瑟頭飾 感到榮耀 更是後代族人需要學習的傳統精神 而在屏東三地門鄉以排灣族人居多 唯一的盧凱族青葉部落 辦理了豬秀的學習營 也吸引了其他族群的女性 一起來加入 各種顏色不一樣的豬子 婦女們熟練的一針一線 來回穿梭在黑布上 以往只有領袖貴族 才能穿戴的豬秀服飾 在得到部落貴族的同意後 青葉部落的婦女們 首次舉辦了豬秀學習營 所以很多的外企新娘 以及我們外地的媳婦 都陸陸續續加到我們這個部落 他對我們的文化是非常的陌生 來到這個集會手來做豬秀的學習後 他們非常樂意參與 從外地加入青葉部落六年的小軍 首次學習豬秀 經過多次的練習 也才有了如此熟練的縫秀技術 也給自己的目標 就是要幫全家人做完一套衣服 第一次選這個 剛開始是有點難 但是久了就會 久了熟悉了就 就還可以適應啊 有這個課程可以讓我們選這個豬秀 然後我本身又是 那個外地嫁過來的 所以我想說就是也要了解我老公自己的文化 婦女們上午成群的拿著針線 繡起了百合花還有太陽圖紋 在聊天談笑中 一套衣服也慢慢的有了雛形 一般一套完整的豬秀服飾 最快也得花個三個月到半年的時間 但是由於學習時間只有一個多月 婦女們在家繼續縫製豬秀 每個禮拜有三天的時間 正是大家互相觀摩的時候 也是畫家長的時刻 學習的時間雖然有限 但是彼此之間的情感 卻在學習中更加深了 記者RI屏東山地門採訪報導 而接下來這個新聞恐怕要讓許多職棒迷失望了 因為中華職棒的新龍牛隊 決定要收手不玩了 中華職棒23年的總冠軍系列賽才剛打完 昨天卻傳出重大的消息 接手職棒17年的新龍公司 22號召開董事會 決議將要停止經營球隊 並且對外尋求其他企業接手經營 為台灣的職棒投下了一枚震撼彈 而新龍牛隊的隊員總人數有47名 當中有18位是原住民族的球員 未來他們的去向也引起關注 體委會主委戴霞琳今天上午表示 會儘速地邀集聯盟跟球團來會商 全力地來協助 也透露已經有企業在詢問接手的可能性 好 繼續來看的是第49屆金馬獎的頒獎典禮 即將要在宜蘭接幕 宜蘭縣政府特別的就主辦了電影文學雙聯展 為金馬獎來卵生 好 不知道 你沒放你幹嘛 第49屆金馬獎頒獎典禮 在11月24日要在宜蘭登場 不僅燦爛的星光照亮宜蘭 更擴散舉辦金馬宜蘭影展 來自國內外共有62部長片 24部短片 不僅片量是金馬影展外移舉辦以來 最多最強的一次 其中宜蘭縣政府更是與各鄉鎮圖書館另外合辦 宜蘭縣鄉鎮圖書館電影文學雙聯展 每一個鄉鎮都有自己的主題 一共有13個主題展 其中當然也有原住民族的主題 除了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之外 宜蘭縣南澳鄉跟大同鄉 這兩個族人比較多的地區 主題當然就是以原住民族為主題 到時候會有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的展出 像是排灣族的撒基努的一系列作品 在展覽會就是主打的其中一項 也會公開放映兩幕原住民族為主題的電影 在放映日讓民眾自由入座觀賞 2011年宣騰一時的大製作電影 《賽德克巴萊》 敘述薩勒克族的莫娜舞蹈 英勇抗互的故事 可以說是史詩級的原住民族電影的最佳代表 在撒運出世的那個地方 常常會出現一個男孩子的身影 傳說日治時代發生在流星部落 一位泰雅少女撒運露燈的故事 電影不一樣的月光 就是在南澳湘取景拍攝 是一部溫馨的電影 從原住民族的觀點出發拍攝 原住民族的導演要帶觀眾進入撒運之中 與部落的故事 邱逸農的11月 宜蘭不但不冷 反而因為金馬獎相關活動顯得格外熱鬧 民眾不僅可以參加金馬營展 觀賞各國的優秀電影作品 也可以到各鄉鎮圖書館觀賞國產電影 國外和國產電影相互揮映 要讓民眾大飽眼福 記者格隆八號 台北市採訪報導 我爸爸的阿公都是農夫 你們好可愛 哇 他這麼可愛 我當時只是個浹飽 哦 可以吃吃 那麼簡單 因為我是外國人 我要煉起我的 有一些故事你还没看见 有一种声音你未曾听见 原氏十六频道将推出原住民纪录片系列 10月17日起每周三 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观察不同的生活现场 找寻原住民影像生命力 好 翻轮再翻 准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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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al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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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回来来关心天气了 早上出门的民众可能已经感觉到天气有些转变了 气象局表示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 北部以及东北部除了云量增加 偶尔会出现一些短暂雨 高温也会下降4到5度 中南部则是日夜温差大 而预计这波东北季风明天开始会减弱 气温也会逐渐的回升 同样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缘故 今天台湾附近的海面风浪也会增大 从事海上活动的民众也要注意安全 继续来看详细的山海气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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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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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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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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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